各位666素惠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智慧片 很多人都想拥有智慧 其实我们很多人成功与否 就取决于你有没有智慧 很多人他很愚蠢 他做的很多决定也很愚蠢 他做的很多事也很愚蠢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 就会收获一个很不好的结果 那很多人做事很智慧 所以他就会很成功 他就会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 那是不是很多人生下来就愚蠢 有些人生下来就智慧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 学习可以让一个愚蠢的人变成智慧 其实智慧在哪里 智慧在每一个人心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智慧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原本具足的 心经讲到原本具足 每一个人 你所需要的所有的智慧 都在你的体内 只是它在你体内纯粹 所以教育的最高限制就是唤醒 不是输入 把你内在的智慧给你唤醒以后 你瞬间就明白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先给大家说几个词 是我经常对我的弟子讲的词 第一个词叫静能生慧 定能生智 那加一起就是智慧 什么叫静能生慧 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你心里很浮躁的时候 很不安的时候 甚至很愤怒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做的决定 大多数是愚蠢的 但是当你内心平静如水的时候 当你的内在是丰盛 是富足 是平和 是喜悦的时候 是平静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做的决定 大多数都是对的 所以叫静能生慧 定能生智 什么是定 定就是今天有一伙人 然后突然呢 出现事故了 然后呢 还有一些幸存者 那在幸存者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人 要出来做老大 那谁会来做老大呢 来做首领 来做领袖呢 不是最有钱的 也不是职位最高的 也不是年龄最大的 而是在家都很慌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登高一呼 说了一句话 来跟我走 他先定住了 他先定住了 当他一定的时候 那智慧就来了 所以叫定能生智 静能生慧 那加一起就是智慧 所以当我们在心情 不能平静的时候 不要做决策 乔布斯做决策的时候 最关键的不是在会议室 而是在自己的禅修房 他往那一盘腿一打坐 让自己的心情 瞬间平复下来的时候 做的决策 大多数都是对的 马云做决策 不是跟股东们商量 而是在打太极的时候 因为打太极 能够让他的心定下来 能够让他的心静下来 那这是第一个词和第二个词 那再讲一个词 无关生智 局外生慧 什么叫无关生智 局外生慧 我与我无关 我在我局外 举个例子 当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当局者民 经常会走错棋 突然把局就走到别人巷口了 然后就开始毁棋 但是当我们不下棋 旁边一站 看别人下棋的时候 我们能够瞬间看清楚这个局盘 甚至可以看到三部五部以后的事 这就叫做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做事没有智慧 就是因为 这件事跟我们有关 然后我们就迷了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 进入无关和局外 那我们就才能够有智慧 今天周老师在看新闻的时候 看到一条新闻 是冯伦先生讲的一段故事 冯伦先生说在长江长学院 一帮国内的大佬 要去拜访李嘉诚先生 然后特别渴望跟李嘉诚先生取经 然后结果以为李嘉诚先生会长篇大论的分享自己是怎么成功的秘诀 但是没想到李嘉诚先生什么都没有讲 只讲了一句话 用中文讲了一遍 用粤语讲了一遍 然后再用这个英语也讲了一遍 然后餐桌里面他一共就讲了一句话 那到底是哪句话呢 叫做追求自我 追求自我 做到无我 什么叫做追求自我 做到无我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当你刚开始没有主的时候 没有我的时候 你总是人云亦云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老板 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的 但是当你已经有自我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那个我给整美 进入无我境界 当你进入无我境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今天做的那件事都跟你没有关了 你可以跳出局外来看你那个问题 你会看得更加的清晰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前两天是周老师的这个终极弟子密讯班 在密讯现场呢 我们有一个弟子 有一个弟子有问题 老师 现在有一个人 欠了我很多很多钱 然后我说大概多少钱 他说四五百万货款 然后他不还我 我很痛苦很纠结 我说那你怎么做了 他说我起诉他了 法院也正在执行了 但是他没钱啊 我也找不到他 法院也找不到他 我很痛苦啊 我想问周老师 如何我才能找到这个人 我说你为什么要找到他呢 我要让他还我钱啊 我说这个事多久了 他说大概已经两年了 我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凡事发生一定有三条以上解决问题的方案 你想一想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他想了一想 我去发群人启示 我说可以啊 还有呢 我去在所有的微信群里面 我在所有的微信朋友圈里面 我拼命去找 我说还有呢 我去让我公安朋友们帮我 我说你能不能够跳出这件事 你今天你不是为了要找到他 你是为了把这件事解决 对吗 他说是啊 我说那你能不能跳出局外来看这件事呢 当我在不断地引导这个学员的时候 我们其他的几百个弟子 其实都已经明白了 我们很多弟子就跃跃欲试啊 直接不管他就行了嘛 对不对 你直接申请法院 然后这个把他变成老赖 他不还你钱 他飞机高铁都做不了 他主动来找你不就行了吗 还有一个同学说了 你不用管他呀 你就把这个事忘掉就行了 你一心一意都在追赞 你哪还有时间赚钱啊 你还不如再去创造一点财富呢 然后还有人说了 你就把他当成上辈子你欠他了 这辈子你还他 你们两个人平衡了 用佛家的话来讲因果 或者说这辈子他欠你的下辈子他也会还 你就把这个事放下去做其他事 就是所有的弟子都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就是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他当局者迷啊 其实当他听到这的时候 他已经走出来了 啊对啊 然后周老师又开导了他一下 我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比我有钱啊 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百万富翁 结果因为跟别人的官司 一直打一直打 他打了整整十年的官司 十年以后他一无所有 整个家里面 因为打这个关系 已经是真的是闹的是鸡飞狗跳 然后我们跟他一起的 曾经跟他在同一个级别的人 早都变成一万富翁了 他浪费了十年的时间 在负能量这件事里面 其实这件事不重要 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都是来成就你的 你要通过这件事 背后看到这件事的好处 你要把这件事给逾越过去 当他听到周老师这样开导他的时候 他突然想明白了 他说对啊 曾经也有朋友这个借我钱 然后我刚开始很纠结 我后来我就不管这个事了 结果他还主动把钱给我还了 我说对啊 那为什么别人都能看到他的问题 而只有他自己看不到他自己的问题呢 因为当局者迷嘛 无官生智局外生会 一定要跳出无官和局外来看自己 来看自己的这个企业 你才能看得更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叫做 大宅门里面的医者不自医啊 为什么医者不自医呢 因为关心则乱嘛 当医生呢不能跟自己看病 不能给自己家人看病 因为关心则乱嘛 所以大宅门里面白井奇 医术那么高 他妈妈生病了 他要请别人医生看 他自己不看 所以当我们能够保持一个 无我状态的时候 活出这个无我境界的时候 其实道家的最高境界就是讲无我 我们国学追求的就是这个境界 不管是王阳明的心学 还是这个我们的法家 还是我们的儒家 其实追求的都是在这个境界里面 所谓的无为不是不为 是无所不为 你首先无了才能够有 无就是万有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 真的一定要去 跳出局外来看你做的这件事情 我们还有一个弟子 也开始提问了啊 说老师我的孩子特别的痛苦 不听话 然后的话一个人在家里面打游戏 玩不想上学 就对动漫有兴趣 我不想让他做这个 做这个没出息啊 然后我给他报了一个 第一例的课程 然后结果酒店什么东西学费都交了 结果他上了不到一天就跑了 参加动漫展去了 我特别生气 我特别生气 我告诉他说你不想去上可以 但是你要跟妈妈讲啊 你不能够骗我啊 哇 披头盖脸给他吵了一顿 然后我跟我孩子越行越远 以前孩子这个不听话天天上网 我就找了一个借网瘾学校的人 那帮人冒充着军队 揣着军车 破门而入把他带走 三个月在里面不允许见家长 然后才把网瘾给他借了 我说就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你的孩子是很恨你的 你不应该这么对你的孩子 然后你应该去通过某些事跟他化解 他说我有跟他道歉啊 但是他就恨我啊 他甚至在床头放一把刀啊 然后这个害怕我再把他送出去啊 他很恨我 他说他很恨我 我说对啊 那你要做你让他爱的事啊 谁说我不爱他 我很爱他呀 就是当周老师在辅导他的时候 他一直在我的状态里面 他没有出来 其他的所有弟子全看明白了 你把你孩子送到建王尹学校 你不知道三个月他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他的内心已经受到了摧残 他才十几岁 他开始恨你的 而且你们本身就只有单亲家庭 他本身就已经恨你了 你还在去做这些伤害他的事 但是他就觉得 这件事就是我孩子错了 不是我错了 我说是的 就算这件事是你孩子错了 请问他有没有愧疚之情 他说有啊 他也觉得他骗了我不应该 我说那对啊 如果孩子有愧疚之情 是你最好跟他化解的方式 你不应该生气 你甚至应该跟他讲说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没有征送你的意愿 然后下一次 然后你如果想去做什么 妈妈一定支持你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他对你的恨就会减一分 他对你的爱就会加一分 当我讲到这的时候 他更这个情绪上来了 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 我也这样跟他说了呀 但是他还是不原谅我啊 我说你看 你跟他说的态度 跟我跟他说的态度一样嘛 我是用爱的态度在跟他讲 而你是用指责批评 慢慢的态度在跟他讲 虽然你把话讲了 但是他听了不舒服 他不单的不会感恩你 他反而还会更加的恨你 所有的弟子全听明白了 特别是那些当妈妈 当爸爸的弟子都在说 但是就是他出不来 为什么他出不来呢 因为他陷入了我 陷入了我 就是我这个字啊 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字 因为是这个字 把你跟万物割裂了 你开始拥有了分离感 你开始没有了 跟万物合一的感觉 所以我与我无关 我在我局外 进入无关和局外 你才能够拥有智慧 一定要活出无我的境界 当你能够跳出自己 在看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那个问题 看得更清楚 给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吧 这个电视剧呢 特别特别好 真的可以让你 把今天周老师讲的 什么是智慧这个内容 把它完全给证明白 这个电视剧是现在 非常火的一个小说 改编的叫江夜 江是将来的江 夜是这个黑夜的夜 非常非常好看啊 大家一定要看江夜 特别是如果说 你想未来有一天 来上周老师的课程的话 那这是我的所有的学生 必看的一个电视剧 特别好看 你一定要看完 你把它整集看完以后 你瞬间可能就知道了 什么是智慧了 当你能够拥有智慧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 你都能够迎刃而解的解决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每一个人 你都能够把它戏掉的非常好 但是当你没有智慧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生活真的很难 你真的会有一种 举步为奸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看江夜 一定要看江夜 一定要看江夜 你看这个电视剧 跟周老师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是就像周老师 推荐你书籍一样 有可能你认真看了的话 这部电视剧 它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这也算是周老师送给大家一份大礼 真的有可能 因为一部电视剧 让你的智慧瞬间开启 所以一定要看江夜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你能够成为一个拥有智慧的人 记住 从今天起 要学会心平气和 再做决定 当发生一件很大的事 在你身边 你成熟不了的时候 先不要发火 来记住 三次深呼吸 来吸气 吐气 来再吸气 来再来一次 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 当你做三次深呼吸的时候 你几乎就已经达到了 心平气和的态度 你会发现你没有火 可以发了 这个时候你做的决定 才有可能是明智的 才有可能是智慧的 还记得吗 定能生智 静能生慧 加一起叫智慧 无关生智 局外生慧 加一起叫智慧 跳出局外来看自己 跳出自己的公司 来看自己的公司 你才能够看得更清楚 当一个老板企业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在企业里面埋头苦干 你应该走出来学习 走出来三天三夜 学习一下 这个时候 你再回到你的企业 再看企业问题的时候 你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真的是这样的 而且如果这一篇 你没有听懂的话 就看降业 一定要看降业 你把这个电视剧 从头到尾看一遍 或者看这个小说 从头到尾看一遍的时候 你可能会理解 到底什么是智慧了 然后这个小说的 主人公叫宁缺 宁缺无滥 这个名字就很有智慧 人生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是宁缺无滥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智慧篇 开启你内在的智慧 记住 你需要的所有一切都在你的体内 你本身就是原本居住的 当你的智慧一旦开启 你将无所不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感谢观看